大家好 这里是林璐姐说 今天我们主要来说一下 如何免费使用 Challet GPT-4 AI自然能源机器人 方法总共有6个 首先第1个 就是这个FallFront AI 打开以后 它梦里是英文的 我们先给它进行翻一下 现在我们可以在左上方模型这里 选择这个Challet GPT-4这个模型就可以了 然后在下方这里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人物角色 像第1个是生产率 第2个是有关健康和生活方式的 第3个是历史人物 第4个名人 第5个是星球大战里面的人物 然后运动员 哈利波特 迪士尼 等等 还有视频游戏 CEO等等 你想让这个Challet GPT 扮演什么人物角色的话 那选择对应的类型就可以了 由这里选择这个 埃隆·马斯克吧 打开以后 它上面会显示 大家好 我是埃隆·马斯克 我是SpaceX 特斯拉 还是个星链的手机执行官 也是这个Boling Computer的创始人 我怎样才能帮到你呢 比如我们输入 你能告诉我 你下一步的 外星探索计划吗 输入好以后 现在点击发动一下就可以了 看它怎么说的 它先回复了 当然可以 我们的下一个外星探索计划 此计划在2024年 将人类送往火星 这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计划 我们正在全力以赴地准备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 可持续的人类殖民地 为人类踏着太空 开辟新的前沿 现在我们可以换到其他人物角色 来进行试一下 那么现在选择第2个吧 这个健康与生活方式里面有一个 心理学家 旅行社 约会专家 双敏先生 我们选择这个约会专家吧 来看一下啊 你好啊 我是友好的邻里约会专家 在这里帮助你 自信和优雅的驾驭 爱情和浪漫的 棘手的 水域什么意思 他这个翻译应该有问题 应该是棘手的领域吧 咱们就说一下 问他一下 别跟我输入 我现在才22岁 但是我还是当生 没有女朋友 怎么办呢 好输入好以后 咱们发送一下 问他一下 但是首先不要担心 爱是爱睡 还还年轻 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寻找一个合适的伴侣 在寻找爱情的过程中 你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和自信 以下是一些建议希望能帮助到你 第1是扩大社交圈 第2是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第3个是学会主动出击 如果喜欢某个人不要害羞 可以主动的向对方表达你的兴趣 第4个是培养良好的沟通技巧 在交往的过程中 良好的沟通技巧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对方 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 最后要记住 爱情需要时间和耐心 不要急于寻找伴侣 相信自己 相信未来 你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人 他这里面的人物角色非常多 到时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你需要哪种类型的话 你就选择对应的人物角色 来进行这个提换就可以了 他目前是完全免费的 目前没有任何限制 但将来就不一定了我估计是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第2个 可以免费使用CHARGBT4模型的网站 他就这个新版的Microsoft的币印 上面显示 欢迎使用新版的这个币印 一个由AI支持的网页版的Copylight 他们下方有三个选项 第1个是更有创造力 然后第2个是更平衡 第3个更精准 这边选第1个就可以了 就更有创造力 这个模式下他使用的是CHARGBT4模型 在这个模型下 他不仅可以帮我们编写歌曲 撞写文章 对于编写故事来说 你可以给他增加故事情节 来进行继续编写 因为他是可以连续上下文的 只要提供的关键词足够多 那么到时候 他可以帮你编写出完整的故事情节来 不仅如此 他还有绘画的功能 比如说 请帮我画一张画 一只熊骑在马背上 看到能不能画出来 好的 会尝试制作这样的画面 开始了 图像正在深层中 制作出来了 我看一下 这马长那么小 熊长那么大 这是两只熊嘛 这明显第2只 这明显不是马的 再看它稍微可以一点 但是马明显是 错了 这鼻子是马 但是脸面是熊 还是有瑕疵 但已经相当不错了 这是完全就AI生成的 但是这新版的变异功能 在部分地区它是没法使用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使用第四种方法 就通过这个Microsoft的 Swift Key Beat 版本来进替换就可以了 其实它是一款键盘工具 在使用上 和我们键盘没什么区别 它唯一真相是在键盘左上方这里 会多出一个CHARGBT的图标 当你打开这个图标以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CHARGBT4模型来进对话 目前这款工具它只在这个 三星的Galaxy 手机中 才可以使用 如果你正好手上有一款三星手机的话 那么给它进去安装体验一下 然后第五个可以免费使用这个CHARGBT4模型的 就是这个ORAI 它目前它也是英文的 下面直接点击Get Start就可以了 来进去体验一下 如果你不想创建了账号的话 那么你可以以这个游客的身份来进去使用 在上面输入我们这个用户名就可以了 创建一个零度吧 然后在下方创建一个你需要聊天机器人这个身份 比如说你可以输入这个游戏的Game 那基本点击开始创建这个机器人就可以了 创建好以后 那么可以在下方输入你想要问的问题了 比如问他 你是什么模型 他说我是一个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AI聊天机器人 就用Python语言开发 我的核心模型采纳了深度学习中的神经网络算法 以便更好的理解和生成这两语言文本 那么现在就输入 请用Python语言帮我编写一个国际象棋的这个程序 看到能不能输出啊 他说当然我可以帮你写一个国际象棋的程序 不过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项目 需要很多时间和实力才来完成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他提供一个简单的这个Python脚本啊 请用Python语言帮我编写一个脚本 主要是用来抓取每天网上这个热点新闻 输入好以后 我们点击回车发送一下 他现在也给出来了 当然可以 你需要安装这个这两个环境啊 他也给出一个安装方法 就通过people来进行安装 然后接下来是他帮我编写一个简单的Python脚本 用来抓取每天网上热点的新闻 并且打印出来 他是通过抓取这个网上的热点新闻来进行输出的 但是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对这个网子进行替换 这个脚本运行以后 他最终输出一个TSD文本啊 他在后台也内着大量的人物角色啊 像这里面很多这个人物类型 像是理财师啊 创业机器人啊等等 他还可以随机提供音乐 我们只要在里面输入这个RM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提供了十种类型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流行音乐 看他会提供什么样的音乐吧 第一个他提供链接了 大家看一下 他直接链接到YouTube上去了 如果你需要更改这个机器人的角色的话 那么只要点左侧的探索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里选择热门的 精选的或者最新的都可以 通过这种方式啊 就可以帮我们快速选择 我们需要的聊天机器人 然后接下来我们接下来第六个 可以免费使用ChartGPT4模型的网站 他就是这个托管在HackinFace上的GPT4模型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调用这个GPT4模型 虽然他的Token是有限制的 最大可以超过4,096个 但是目前他是不需要我们输入这个OpenEnd Key的 这对于没有Open帐号的用户来说 还是挺方便的 在开始之前啊 首先需要注册一个HackinFace的帐号 注册这个帐号 它也是完全免费的 注册好以后 你们就在里面请提问了 目前他是不支持中文的 你才通过这个英文进去提问 如果你需要直接使用这面 非着ChartGPT4模型的话 那么只要输入这个地址就可以了 到时候把这个地址给他贴在视频下方 打开以后 他默认就是ChartGPT4模型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六种方式 他们的链接我都放在视频下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